好,一起沾懶人包,為什麼要做懶人包呢? 其實就可以看這張圖很簡單的了解 但這社會上有幾個互動的player 媒體、群眾跟政府 那但是我們都是環繞著公共議題在生活著 那這些很多公共議題其實是複雜而難懂 但它的確是跟我們生活相關的 那有沒有更好的方式能夠做一個溝通的起點 這個是在懶人包的這個為什麼的部分 那為什麼今天會想要發起一個一起沾懶人包呢? 實際上是因為我在很多場合因緣際會的關係 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做懶人包 然後其中有提到團隊作業 可是事實上呢,很汗言的是 我自己並沒有真正團隊作業過 我自己都是戴了幾點不同的帽子在做懶人包 那上一次受了漢亞投信邀請的時候 他們剛好是一個分享加上工作坊的形式 那他們自己就嘗試在我還沒有分享之前 就做了一個這樣的懶人包 結果在網路上突然爆紅 然後但是我覺得有點可惜的是 其實它資訊量很豐富的是在最後一頁 但卻是一個用文字把它集合成一個很小的頁面 其實我覺得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case 來優化這件事情 所以到最後呢,最近在跟新北市衛生局 他們就想要發起一個毒品防治的懶人包 那我們想說呢,就簡單透過 先來講這個,我們找三種人 就是第一個是為資料 但毒品防治已經有資料了 主要是要找講故事的人,敲畫面的人 那最後我們在Hackpad上面 我們現在已經在整理很多的資料 都是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那這個網址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genieme.hackpad.com LazyTogether LazyTogether 謝謝 OK,請笑先 謝謝 謝謝 謝謝